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的时间他还是要照顾阿诚 但是阿诚对此并不灵情 当谈及阿诚病情时 浅浅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难道阿诚的病情又一次反复了吗 难道阿诚的病情又一次反复了吗 刚结婚呢 甜蜜的生活刚刚就要开始 难道就在这个时候病魔再次来袭 阿诚已经做过四次手术了 心理上有着很大的压力 如果病情再次复发 倩倩担心阿诚就真的会垮了 所以在生活上 她尽自己的权利去照顾阿诚 生怕自己的一点疏忽 会造成丈夫的病情再次复发 因为倩倩觉得 丈夫的健康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你说现在天都这么冷了 我就除了正在前为了啥呀 我就是心思给她一个稳定点的生活 让她把病治好了 现在病情她起来很漂亮 她一点都不停荒 就管了我挺严的 就给你找点麻烦干 你说她这大两天出去干活 而且回来有病了大臣 挣钱她不让我去 那就是一个管不了她的状态